農地種房子 而且很奇怪哦 別人的房子是長不大的哦 他家的農地振著房子啊 等一下 農地板円 什麼啊 一批 等一下 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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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同胞們 大家一起共同來對他提出譴責 這個是我們 通常信仰哥被帶走了 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是我們桃園人 中立人一直以來 對王浩宇都有非常大的意見 因為他已經不是第一次消費往生的使者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當時八百壯士在做城抗的時候 我們有一位上校 一位不幸墜樓 他也是一樣在粉專上面 發表的諷刺文 大家也知道 在我們的前參謀總長 博尊病故的時候 他也是發了一個 什麼米蟲 什麼死的比較省錢 這樣子在死者的家族山口身上撒鹽 這種行為早就已經引起社會的共怒 這一次我們議長一個非常專心於問政的議長 認愛我們土地的議長 他的一個不幸的一個往生 竟然他又發文消遣 這個讓我們所有的人 所有的憤怒已經再也抑制不住了 發起罷免王浩宇 這個社團他是不分黨派的 很多人都很清楚 王浩宇 長時間霸凌學校的老師 霸凌校長 甚至於侵入校園 他也曾經變裝 喬裝學生 偷偷地進入學校 躲在教室的最後面 穿著學生的制服 跟這個老師偷拍老師的上課的狀況 在我們議會被我們提出移送紀律委員會 在上一屆 王浩宇當了一屆的議員 被我們議會提出五次移送紀律委員會 這也是破了台灣自治時以來 真的是首創先驅 他也曾經 喬裝 假扮替替替替曼 進入替替替曼的宿舍裡面 脫光衣服 洗澡 你有變態的行為 王浩宇當了 你不可以 喬裝進入替替替替曼的宿舍 脫光衣服 洗澡 我們這個PTT上面 PTT上面還留有他這一段 當年他在美國的PTT上面 所記載的這些留言 他為了要吸收他的網路農場的下線 他告訴大家說有一些中國的媽媽 會帶13歲到16歲的小孩 在美國的一個城鎮 他都在那一邊買村 這個是他自己留言的 而且他的對象 竟然是13歲到16歲的男孩 電話 電話 感谢观看